他是一代传奇质商 曾打造国民级西装品牌 却在世纪之交选择转型新能源 如今已将企业做成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企业 他就是珊珊集团的创始人郑永刚 今年10月 珊珊集团的一则复告引起了商界的不少关注 那就是其集团创始人郑永刚于当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5岁 65岁对一名企业家来说并不算太大的年龄 因此 郑永刚的离世引起了不少商界人士的惋惜 郑永刚白手起家 打造出了如今规模超过400亿 在锂电池制造上登顶全球的珊珊集团 那么 郑永刚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在他走后 珊珊集团又将何去何从呢 本期商江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郑永刚的故事 郑永刚出生于1958年 别看他如今的名誉颇多 什么上海新湖商联合会会长 上海市宁波商会会长等荣誉加身 他的出身其实属于白手起家 郑永刚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参军 退伍后还给人当过司机 这些经历在现在看来可能平平无奇 但当时的时间节点正是1980年 那个改革开放已经悄然开始的年代 郑永刚的人生轨迹也自然会因时代而变化 郑永刚从部队复原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 此时的浙江更是改革中的桥头堡 大量的企业如余后春笋般出现 郑永刚就在给一家外贸公司当货运司机 这份职业让他能很轻松地了解到不少商品行情 还让他与当时浙江的不少创业者能打上交道 到了1985年 郑永刚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被调往当地的一个棉房厂当厂长 这在常人看来可能是天上吊线饼般的转运 但等到郑永刚真正去接手那家棉房厂的时候 情况却让他感到苦笑不得 1985年 身为货运老司机的郑永刚 被调往银线棉房厂当厂长 起初的他还高兴于自己从一个司机师傅 直接跳级变成了厂长 但等他真正到了厂里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是被抓来顶包了 原来当时的很多国营棉房厂都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在改革的冲击下 这些老国营企业接不到订单 工人无所事事 工厂发不出工资 这就导致了工厂负债以及人才流失 好在当了这么多年司机的郑永刚也不是只会拉货 他开始学习当时的私营企业 在工厂里裁撤容员 在外四处跑业务拿订单 通过郑永刚的不断努力 这家棉房厂终于起死回生恢复了正常经营的状态 郑永刚也从此次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企业管理经验 以及不少的商业知识 或许是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原则 地方领导不久后又把郑永刚调到了宁波的一个服装厂 那里的情况和郑永刚之前的棉房厂几乎一模一样 郑永刚也表示既然问题都差不多 那就一葫芦画瓢便是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郑永刚很快就让工厂恢复了正常运转 但这一次郑永刚却不打算止步于此 因为他发现了 在这家服装厂 自己或许可以大有所为 当时他所在的服装厂主要做外贸生意 生产西服 出口到国外 但随着八九十年代 西方对中国开始搞一些贸易壁垒 出口服装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少了 郑永刚心想 既然国内已经步入改革阶段 居民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何不出口转内销 打开国内市场呢 本着这个想法 郑永刚说干就干 凭着多年来的出口经验 郑永刚的服装厂的产品质量 可谓相当过瘾 轻松调打国内一众同行 此时的郑永刚便决定打造自己的品牌 珊珊集团就此成立 1989年 郑永刚喊出了 打造中国第一服装品牌的口号 创立了珊珊集团 公司的主打业务自然也是西装 靠着起家早 以及当时国内需求量大的优势 珊珊迅速做到了自己的宣称 成为了国产最大的西装品牌 在当时的电视广告上 珊珊还有一句 现在看来也破为时髦的广告词 那就是珊珊西服 不要太潇洒 到了1996年 珊珊集团顺利A股上市 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服装品牌 但就在珊珊的服装生意 越做越大的时候 郑永刚却在焦虑于如何转型 原来 当时国内的服装品牌 已经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 无论是外来还是国产的品牌 都在大量涌现 郑永刚是个明智的商人 他知道 珊珊不可能永远稳坐龙头位置 要想让事业更进一步 就得想办法在其他领域打开新赛道 这一次 郑永刚选择的道路是锂电池 1999年 郑永刚开始正式布局锂电池市场 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去搞材料研发 起初珊珊倒谷锂电池都是赔钱的 从1999年到2007年 珊珊集团的锂电池相关部门 都是赔本部门 企业内外的很多人 都疑惑于郑永刚 为何要花大家钱养一个不赚钱的部门 直到2007年 人们才惊讶地意识到 郑永刚的眼光之长远 原来 郑永刚之所以要做锂电池 就是他意识到了 手机正在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而锂电池正是手机的核心部件之一 于是从那时开始 郑永刚就在积极研发国产锂电池的技术了 等到2007年时 诺基亚率先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机 2008年大名鼎鼎的苹果也迅速跟进 在中国发布了iPhone2手机 中国开始步入智能手机时代 而做锂电池的郑永刚 也借此东风一步登天 已经提前布局 8年的他轻易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靠着中国巨量的市场规模 郑永刚的珊珊集团 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比电池生产企业 总资产更是超过430亿元 不幸的是 不久前郑永刚因心脏病去世 享年65岁 这个年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并不算老 郑永刚也有很多商业计划尚未来得及实现 据悉珊珊集团的大旗 如今已被郑永刚的长子正居接手 那么各位认为 这位后主能否带领珊珊再闯辉煌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 最后还有一个并且行的 我们的鼓励都将我们的鼓励都将我们的鼓励都将为